今年35岁的网格员杨青和同事马金平 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到自己所负责的网格内进行巡查 看看小区内还存在有哪些安全隐患 邻里之间还有没有需要排查化解的矛盾纠纷 做网格员这些年 这巡格都成了我们的一种日常习惯 我们手机上都下载的有网格APP 巡格时遇到能解决的问题 我们就自行处理 不能解决的问题 我们就拍视频和照片 第一时间上传到网格上 上报给网格长 最终由网格长或者办事处中置中心 将我们反映的各类问题给予解决 宾湖社区地处平桥中心城区旁 辖区人口7000多人 拥有5个大型小区 为了实现零上方零事故零案件 社区实行精细化管理 划分为5个网格27个微网格 这些网格员和网格长便都成了社区平安创建的第一责任人 我们网格员实际上就是民生事务的服务员 矛盾纠纷的调解员 平安建设的组织员 民情信息的收集员 传递民生的工作员 只要是我们分内的事 无论大小我们都要管 通过网格化管理机制 使我们更加详细地掌握了 辖取仓住人口和流动人口的脊足信息 也使我们机师有效地 派杀各类猫盾酒粉得到机师的化解 三菱创建以来 网格化管理科技护航平安建设 只是宾湖社区在创建中的一个缩影 在宾湖社区 平安建设是社区两尾班子工作目标 每年必考核的一项重要内容 宗志 信房 警务室 司法所等部门 也被纳入参与基层治理 一批退休的老党员 老民警等五老人员 被聘请过来 担任起了人民调解员和法律顾问 对各类矛盾纠纷进行调解 形成多方联动合力 与此同时 组建的党员加网格员 加社区民警加志愿者 多元化服务队伍 为三菱创建持续发力 他们通过下沉网格 小区 楼栋 开展六房六促 大走坊 大排查 大化解 对发现的问题做到了早发现 早解决 从源头上消除各种不安定隐患 为了杜绝各类本地引述 我们还采取了一些局措 譬如说我们的三色马甲队伍 三色队伍是宾湖社区独创的三支特有的队伍 其中红马甲为志愿服务队伍 蓝马甲为反电诈队伍 绿马甲为夜巡队伍 这些身着不同颜色带有醒目标志的队伍 按照各自职责在三菱创建中大显身手 从九小场所安全检查到敲门行动了解社清民意 从化解矛盾纠纷到反电诈宣传 无不活跃着他们的身影 虽然汗水湿透了衣衫 但他们却用责任护航着社区居民的平安和安宁 此外随处可见的三菱创建宣传阵地 也在辖区落地生根 更多的居民在潜移默化中 不自觉的参与到了三菱社区创建中来 六房六促三菱创建不留任何空档 使宾湖社区的平安建设触角 延伸到辖区的每家每户 也共同筑起了一个平安幸福和谐的宾湖家园 我们另外一区都和谐人 高传事都抚养帮助 凯年以来我们社区 共化解各类矛盾九粉四五旗 协调解决问题九旗 未出现过富士富神上访的情况 也未出现过以其重大影响的 新式案件和明转新案件 法治现场记者报道